前一秒打打杀杀的两人 后一秒却亲在了一起 塔格尔沙漠中 硝烟还是耀眼 云云还是云之 两人的关系很纯粹 也很会为对方担心 自从硝烟收取一伙后 他便急忙逃跑 不过还是被骨盒发现了 还好骨盒被蛇人族拦住 为了收取一伙 黑女子拦住蛇人族 她和其余人进行追击 另一边 硝烟猛磕药 还有三个时辰 她就可以离开沙漠 然而就在这时 后方的骨盒等人 再快速接近 她只是一个小小斗师 要摆脱几大斗王的追击 几乎不可能 于是要老上号 她当即有了斗王实力 瞬间速度暴涨 一阵音爆 让骨盒等人惊叹不已 这种速度 难道对方是一名斗王 可接着 黑女子追来了 原来就在刚刚 她察觉到 神人族八大首领的 其他几位即将到来 便利用秘法困住了 在场的几位 并且马不停蹄地前来会合 封回大地 她让骨盒等人速速离开 由自己去追一伙 不然等神人八大首领 齐聚会很危险 旋即 她快速接近了硝烟的位置 这时的两人 都还未认出对方 还有五百米的距离 她使出了风悬壁 一瞬间 硝烟的前方出现了 一道风暴形成的避障 她无法前行 被轻松追上 眼见逃无可逃 她扔出一伙 吸引黑衣女子注意力 在跑远的那一刻 她又利用吸掌吸回 此时 被吸耍的黑衣女子 释放四方封闭 断了硝烟的逃跑路线 然而 异火对硝烟十分重要 她绝不可能拱手于人 于是 她抬起大尺决定死拼 当即 黑衣女子认出了硝烟 她不忍动手 便将攻击收回 可硝烟不知道 黑衣女子身份 还在小心的死命 护着异火 沙漠灼热的风吹过 黑衣女子的举动有些奇怪 随之 风撩起了她的面纱 硝烟感觉熟悉 原来 她就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云运 眼见被认出 云运直接摊牌 两人也就此相认 云之 从两人的交谈中得知 云运这次到塔格尔沙漠 是为了保护骨盒 夺取异火 还之前欠下的人情 不过硝烟需要异火 她也不会进行抢夺了 而且她还想让硝烟 进入云蓝宗修行 可硝烟听到云蓝宗就一肚子气 曾经的耻辱 她是不会忘记的 接着她便是负气离开 不多说了 我有急事 就此告辞了 然而 云云担心硝烟安全 她知道硝烟是炼药师 虽说吞噬异火能提升她的实力 可这么一来风险太大 连窦皇巅峰的美都沙都失败了 她不想让她冒险 于是她多次阻拦 甚至将云火抢下 不过硝烟已经下定决心 云火她是一定要拿的 不可能放弃 云芝 不别逼我对我动手 杨妍 答应我 不要冒险推逝云火 她的决心让云云动容 接着云云归还了云火 硝烟拿起便匆匆离开 她走得很快也似乎很坚定 可一番挣扎后 她还是停下又回过了头 她不该辜负云云的关心 之前是自己太过了 于是 她从走又变为了奔跑 她不顾云云的推速 想要紧紧的将她抱在怀中 相拥的那一刻 她们的内心都再无法平静 未来会不会死在云火下 硝烟不知道 但此刻她要好好告个别 她的意吻天荒 瞬间便有无数回忆涌上心头 仿佛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之后 硝烟离开了 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 看着远去的背影 云云心中一难平 可就在这时 蛇人族八大首领竟然找上了门